大家晚上好 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 现在是晚上18点48分啊 就是关于马云啊 马云这个蚂蚁金服已经被拒绝了啊 拒绝他上市了 不知道以后还能否上市 是彻底的就吹吹了啊 胎死腹中了 还是说有缓啊 死孩子放屁有缓 咱不知道 现在有人呢揭发蚂蚁金服的套路 是怎么一个套路呢 是蚂蚁金服呢出资30亿 在重庆拿这30亿 向银行贷了60亿 然后用这90亿 一共90亿去放贷 重庆呢 要求他的贷款规模不得超过200亿 但是蚂蚁利用债权的证券化 把债权打包反复贷了3000亿 一开始啊 就拿出30亿来 自由资金 贷了3000亿 也就是说 蚂蚁金服 自有的资金是30亿 却通过各种手法 放贷规模达到了3000亿 而这3000亿是无抵押性质的小贷 其杠杆达到了100倍以上 一边是无抵押的大量借贷给年轻人 一边把这些债务抵押给银行 蚂蚁自己只用300亿 30亿做了3000亿的贷款规模 而这些借贷的年化利率啊 达到了18% 蚂蚁从银行拿的钱 利率才几厘 完全就是当中介 躺着赚差价 吸社会的血 看明白没有 这就是当年引起美国次贷危机的 雷曼兄弟公司的玩法 典型的次级贷 利用高杠杆进行无抵押放贷 一旦坏账规模达到一定程度 将形成一个金融核弹 波及全国 现在蚂蚁要上市估值68.8 融资规模3万亿 那么这不明摆着要把全国人民整死吗 上市如果成功 等股票解禁 造就一大批亿万富翁 把全国的股民当韭菜 金融爆雷 让全社会买单 蚂蚁的人却个个成了亿万富翁 悠哉悠哉 蚂蚁曾计划去美国上市 被美国会议员激烈反对 为国 连美帝都害怕这种祸色 祸害美国的投资者 却要在中国的股市圈钱 挖坑 埋葬广大的股民 可悲的是 还有一堆被人卖了 还帮着数钱的人 为杰克马摇旗呐喊 杰克马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马云 反正在中国上市公司啊 不限于蚂蚁金服 都是割韭菜 圈钱 坑老百姓 反正我周围的普通老百姓 也有的人二三十年就不正经上班 就说炒股炒股 没见着有一个发财的 我周围啊 可能我那个阶层比较 草根啊 比较底层 我认识的也有炒股发财的 那都是大学教授一类的人 那都是有学问的 而且懂 确实懂这个金融专业的 而且也付出了很多辛苦 个别的 百分之七十是赔钱的 百分之二十不赔不赚 百分之十可能赚钱 真正赚钱的 我刚才说的七十二十十 都指的是散户 就是老百姓 真正的赚大钱的 都是做庄的 都是那些证券公司 或者就是这些 开公司的 上市公司的老板 以及原始股东们 就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呢 因为马云是把口出狂言 是吧 似乎是得罪了王岐山副主席 马上就被四部门吧 联合约谈 是吧 央行啊 这个银保监会啊 等等的 是吧 包括外汇管理局 这还有资产流失 外汇流失的问题呢 总之 现在中国呀 就说外国有个加拿大 中国有个大家拿 没人把中国当自己的家 都拿中国薅羊毛 割韭菜 不过呢 也似乎没什么错 因为中国这个国家 似乎对自己的子民 城民 国民 公民 居民 总之 对这块土地上的人 也都不够好 对吧 要福利 没福利 要权利 没权利 要选票 没选票 要啥 没啥 所以大家还不紧茬 紧拦 赶紧的捞吗 捞够了就颠呗 对吧 撒压子颠呗 没办法 这块土地 早晚有一天 就彻底的沉沦 堕入深渊 对吧 大家想想 土地被污染了 空气被污染了 然后钱 是吧 也都被 这些人给 既得利益集团 这些骗子 有权有势的人 都卷走了 那将来你还怎么活呀 是吧 其实很多人 本来有机会 能出国的 能出国 你像我 我是几年前 就我2013年 就一看那个新领导 一上台啊 我不说他名字了 他说那话 我就听了不对路子 13年 我就下决心 坚决离开中国 我这都算晚的了 人有的20年 30年前就出国了 对吧 我出国 我也有损失啊 我当然有损失啊 原来我开的公司啊 对吧 我爱人 也在某一个公司 也是中层干部吧 也是部门经理啊 对不对 我是自己是老板 那我们出国没有损失吗 物质上的 还有融入这社会 我们也付出很大代价 对吧 很多的法律 法规 很多东西 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付出代价了 而且付的代价还不小呢 但是 我还是觉得 是吧 良辰则主 而是 梦母三千 我在北京就经常搬家 我看这不好 我就颠 我就走 对吧 大家 想想 我说的话 是不是有道理 是吧 已经走了的 都是转着了 为子孙后代 为自己嗝 是吧 为了我们美好的生活 最起码我们的钱 我们的人身 对吧 安全 呼吸的空气也干净 有一个人 到了加拿大 他说 哎呀 到了这儿 我才知道 我的钱 是我的了 呵呵